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换使用小凹槽部位 一般人大部分使用大凹槽都可以符合眼睛部位的推压范围 开车容易产生的颈部僵硬 透过这样的推刮便可以舒缓 接着从头顶中央开始 沿着头皮顺着后颈部的两侧往下推压 能够消除颈部的僵硬和颈崩 这样从头顶上的百会穴 后脑往下推压至脖子以及肩膀 能使头脑清醒 并且让颈部钻痛的情形得到改善 在推压手臂外侧的时候 要踩从上往下的方向进行 再向下持续推压到手背 指尖以及手心 以推压散气的方式回复疲劳 缓解身体的不适 因为这个动作能确实的深入 刺激我们的淋巴系统 所以改善特效果的反应速度会很快 并且透过胸部的推压 改善胸闷的情形 也因为此处的淋巴系统比较密集 所以改善效果比较快 拍打双脚的动作 能舒缓由开车所产生的脚部酸疼 达到身体舒畅的保健 要注意顺着顺去 从上下往下拍打到小腿的部位 人的身体如果病久了 都会有病气预计在淋巴的部位 容易变得很难医治 这样的保健拍打 还能让血液循环的改善效果 从胸口向外方向的推压 对于心脏缺氧也有帮助 能透过此向动作舒缓推压 有人说鼻子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 透过观察鼻子还能发现健康的各种状况 我们用DIY磁性健康扶爪来推压鼻子的周围 这样能达到散气的效果 使得鼻子呼吸更加顺畅 透过鼻子日常的保健 改善呼吸道循环的状况 使得长期鼻塞 鼻子过敏 或是快感冒时的猛打喷嚏 这一类的状况得到舒缓 鼻子部位的淋巴系统一直延伸到身体的后颈部 一起推压更有舒缓的效果 肩颈僵硬的改善从头顶推压起 分别用DIY磁性健康扶头 从头顶的正中间往后脑推压 经过头顶上的百慧穴 能够改善头部的血液循环 疏通经脉 消除疲劳 协助睡眠 再用DIY磁性健康扶爪 顺着后颈部推压到肩部 能够舒缓肩颈的酸痛和僵硬 同时推压脖子左右两侧到肩膀 还可以促进散气 胸口的推压则能放松压力 最后使用DIY磁性健康双爪 来拍打推压背部 肩膀以及手臂 让肩颈酸痛所衔生症状的部位都得到舒缓 排解部位累积过多压力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拍打到接近腰部的高度 这样位置的拍打保健 则对肾脏的循环有帮助 五十肩的学名称为粘黏性关节囊炎 又名肩周炎、冻结肩、冰冻肩 最常听到的俗称就是五十肩 这是肩关节囊因为急性或慢性发炎 导致肩膀活动素不足的病症 要挺早预防或改善午时间 建议常常利用此项保健法来保健肩臂部位 用DIY磁性健康幅头不同的弧度造型 从肩膀后方以及顶部推压 延伸到手腕、手掌、手背 并且延续到指尖 能改善疲劳堆积 预防手部痠疼、麻木等症状 骨子部位的推压有助于消除工作疲劳 尤其患游午时间 手举不高、无法向前后举 有助于缓解顽骨作位、手指麻痹、手腕无力、疼痛、不能旋转、 腕部疼痛等诸多情形 骨头在推压保健时对筋骨错位较有帮助 扶爪则可以在推压的时候 刺激到皮下较深处的部位 对散气排毒较有帮助 透过手臂外侧的推压 可以协助放松心肺区域 达到散气排毒和舒缓不适 这样的保健法就像是针灸一样 都能刺激到皮下深处 同时也刺激到中医所说的穴道 有利于人体的散气排毒 人体正面胸部是胸腺的位置 用DIY磁性健康扶头扶爪来推压左右胸部 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 帮助增强免疫力 改善心剂、气短、胸闷、气喘等 诸多心肺健康症状 腿部算是最常出现痠痛的部位之一 推压的时候用DIY磁性健康扶头 从大腿外侧踩至上往下小段小段的推压 可以输了肌缓整伤或是运动损伤的痠痛 对于经络走位有帮助 这些推压动作也有助于腿部的血液循环 能协助舒缓脚底冰冷 大腿内侧踩至下往上的方向 慢慢地推压到皮下深处的淋巴、神经、血管 这样是因为要顺着人体的经络和肌肉走向 刺激到靠近鼠西部的淋巴系统 遇到疼痛处则加强推压几次到五下 我们下期再见 膝关节的部位轻轻地绕着关节处来推压 能促进关节和周围韧带放松 协助改善膝盖、僵持或是肩关节肿痛 小凹槽的设计适合脚掌側面的推压 扶爪这里的使用特性是深度推压 刺激皮下深处的部位 可以促进脚部远端的血液循环 协助改善血流缓慢的症状 对冬季手脚冰冷有帮助 对于足背错位能协助改善之外 走路容易不平衡 脚部长抽筋 或是穿高跟鞋的女性 都有缓解的帮助 推压足背时可自行挑选 适合的凹槽弧度来进行 可以利用每天沐浴的时候 花10-20分钟 从手到脚全部推压效果更好 稍微尖锐的造型设计 能深度的刺激需要推压的部位 使用DIY磁性健康扶爪 推压足背以及脚板侧面 并且一一推压每根脚趾 接着推压脚板的中心部位 推压脚底的重点 在于协助促进人体的散气排毒 另外也针对脚底板 使用DIY磁性健康扶头 进行刺激推压 这样能够改善脚皮增身的状况 对于足险 脚趾过后的情形也有帮助 另外也以同样的方式 推压手掌、手背以及手指 平常有手指冰冷、麻痹、痠麻 或者是感觉手指不听使唤 这样的保健法能促进血气排毒 还能缓解精力减退、身体怕冷、容易疲劳等身体反应 促进血液循环 推压的时候要注意力道要能传达到皮肤下的深处 刺激到动静脉和淋巴系统 这样才能达到散气排毒的效果 使推压保健的反应更加显著 若遇到特别疼重处 要多加强推压 持续保持推压习惯 尤其对身体虚弱者 有促进远端血液循环的帮助 把DIY磁性健康符上下的结构拉开 便能用DIY磁性健康符头平面的部位来拍打 严重的部位也可使用小凹槽来进行敲打 效果会更集中 透过两侧对背部的拍打 能保护肾脏和保护腰部 手部外侧内侧的拍打 对于手部的膳气和血液循环都有帮助 平常可以利用磁保健法 来自我检查哪些地方压下去 会疼痛不舒服 或是有硬块 也就是身体很可能藏有隐藏健康问题的部位 将手举高以向下的方式来推压此处 用DIY磁性健康符头 来推压手部、胸口以及腋下的部位 也能协助改善午时间的情形 对促进手部灵活有效果 提醒使用者要注意推压的力道 要传到皮肤下方的深处 刺激到动静脉和淋巴系统 才能达到散气排毒的效果 使推压保健的帮助更显著 同时这套动作对于改善行走不顺畅 以及经络归位都有帮助 此拍打动作能刺激腿部的经络 让腿部活动更加灵活 内外侧外一起拍打 则让效果更显著 DIY磁性健康符透过结构拉伸便可适合拍打动作 缩短收起则适合敲打动作 这样的力道也比较集中 从肩部到手背进行敲打保健 用DIY磁性健康符头 从大腿外侧踩至上往下推压 小段小段的推压 可以舒缓肌劳损伤 或者是运动损伤所产生的痠痛 用DIY磁性健康符头的平面部位来进行推压动作 符爪则是针对重点部位深入刺激 可依个人状况来自我调整 日常如果感觉到疲劳的时候 可以用DIY磁性健康符头A以及双爪 从手臂身体侧面开始拍打推压 并且从上往下以拍 敲打的方式退压全身 约3-10分钟就可以完成全身的保健 能够改善疲劳 消除疲乏无力 精神不振的情形 并且使全身达到舒缓放松的改善 尤其是工作常常必须加班 导致身体长期感觉不适的族群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拍打推压 达到舒缓以及放松的影响 学缓解身体的不适 睡前做还能帮助入眠 接着用DIY实性健康双爪拍打肩膀的部位 能协助消除这个部位的僵硬和疲劳感受 拍打腹部的动作能协助促进肠胃的蠕动 和排便顺畅 这样针对臀部的敲打能让臀部的伸痛达到改善 站久的人容易感到腿部僵硬 或是大小腿的酸痛 这些不舒服的情形都能够透过这个动作的敲打保健 来舒缓以及改善 长途步行所产生的脚部不舒服 也一样建议用此项动作来缓解 改善令人难受的疼痛或不舒服 此项保健开始进行前 建议可以在脸部稍微涂抹一点乳液 用DIY磁性健康幅头 从上牙齦的部位开始推压 透过DIY磁性健康幅头左右均衡的推压动作 可以保护我们的牙周 并且用DIY磁性健康幅头推压脸颊的部位 还能帮助减少双颊下垂 让下巴部位有弹性 接着用DIY磁性健康幅爪 在脸部上下颚的部位轻轻的推压 可以维持牙周的保健 并且预防脸部可能产生的下垂 再来使用DIY磁性健康幅爪推压颈部两侧 可以舒缓食道以及气管的不适 和帮助散气 也让我们的牙周部位以及周围更加的健康 乳房周围的推压能够促进乳房的发育 协助正常的分闭乳汁 用DIY磁性健康幅头 从上到下和从外向内 轻轻推压乳房的周围 这样的保健能协助缓解乳房部位的硬块 和诸多不舒服的症状 接着再用相反的方式 从内向外推压乳房的部位 这样才是完整的保健方式 包括上下的方向 尽量对每一个方向都推压进行 接着使用DIY磁性健康幅爪 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乳房周围的推压 这样的推压有利于乳房保健 同时对于乳房形体也有一定的作用 腹部区域所能影响的脏腑器官相当的多 我们可以用DIY磁性健康幅爪 采用自上往下的方式 来推刮推压胸腺下方 这里是胃头的部位 又俗称心窝 推压这里能够协助增强胃肠补活力 帮助提高免疫力 并且能够协助改善胃酸逆流 或胃酸过多 并且使用DIY磁性健康幅头 来推压肚子的两侧 左右均衡的推压 是能够协助促进大小肠蠕动 并增强脾 胃肾 大小肠 膀胱等器官改善的保健 因为腹部的范围很大 所以分为上下两段来推压 这样才能完整的推压到全部的腹部区域 持续长期的保持习惯 还能对腹部雕塑曲线 以及改善肚皮下垂有一定的帮助 用DIY磁性健康幅头来推压腰部和臀部 遇到疼痛处则多加强推压 能帮助放松 散气 排毒 协助舒缓腰椎错位 腿部酸痛以及不能下腰等状况 从腰部开始向下推压 一路推压到靠近脊椎尾部的地方 用扶爪推压时需注意力道 要推压到肌肉树下深处 以及筋骨的周围 在人体鼠西部的左右侧 都有相当密集的淋巴组织 多推压能达到很好的保健效果 同时也对预防感冒有帮助 此项保健法建议尽量利用日常沐浴的时候